今天我要來開箱小烏龜的飼料 那平常小烏龜吃的是這一款 鮮蝦食譜的挑嘴柚哲龜 蔬菜蝦肉棒 然後我買的時候是在一個 不知道哪裡的水族館 然後買150塊 那他這顆粒算是小的 我的斑龜目前吃是可以口吞 所以水質都可以保持蠻乾淨的 那因為快吃完了 然後最近也天氣回暖嘛 我的烏龜冬天沒什麼吃 但是今天像今天大太陽 我早上餵他他可以吃到 好像四五十顆耶 所以我大概每次都餵十顆 然後分了四輪餵 所以還蠻會吃的 然後我就 之前 蝦皮特價的時候我就 趁此機會買了一些 那就來開箱吧 哇好小包喔 一個手掌大的 資料 六十 四十顆 真的很小 我就是買這幾款 那我們就分別介紹一下 這個是 這三個都是 Hikari的 飼料 那這個是 飼育教材 折歸飼料 40克 我看一下 他的 蛋白質 38% 然後你看 顆粒 就這樣小小的 感覺很不錯 因為我最近發現 我的 平常 買飼料都沒有考慮到規格 所以 像大烏龜 其實 像高夠力 M號那種的 都對他們來說 有點大 然後吃了都很多 碎渣 掉到水底 所以我最近就開始有在意那個 顆粒大小的問題 然後再來是 這個是 反正就是 兩種系列 我已經忘記了 可能要看我之前那個 哲龜飼料介紹那個影片 才會有真正的名字 反正就是兩個系列 顆粒 顆粒 顆粒的話 這一款 這一款也有比較大一點 然後這50克 這40克 反正烏龜現在吃都剛好 這三款 再來是 也是Hikari的 這個 善芋菌 系列 70克 我現在就不拆開 因為拆開之後就要趕快吃完 所以 裡面顆粒大小 它是細條狀 感覺很不錯 然後再來是 JBL的 小龜飼料 這一款我買來是當作小龜的零食 因為他們家這一款是 純 純乾蝦 我記得是只有乾蝦加蟲 高蛋白 這顆應該可以先打開來看看 喔 因為馬上要吃我這個就拆開吧 這個就拆開吧 這是什麼 然後 我 它蝦子就 比那個 這個Tropical那一款小 都是碎碎的蝦子 而且好碎喔 幾乎都不是完整的 我聞一下 就是 乾蝦的味道 那這樣子的話烏龜比較可以口噴 小龜啦 那這就是小龜的飼料 再來是 JBL的 成龜飼料 這個就是他們家 我之前介紹過的就是唯一 JBL他們家唯一純飼料的 就買來吃吃看吧 再來是 就是 然後關於大龜的部分就是 我之前不是給他們吃這個嗎 然後已經快沒了 但是呢我覺得乾蝦 我就懶得再找別的 所以我雖然說我想要換小魚乾 但是我後來還是又買一樣的 然後發現包裝不一樣了 應該是因為我這個太久版了 2020年 我是19年 所以可能改版 就是一般的蝦子 可以想想的蝦子 然後 然後 還幫 大龜買這個 我已經想了很久的 Massory的 水龜飼料 之前會認識這個是因為 其實本來就有聽說過 但是真正有拿到試吃的是在 寵物展的時候 因為Massory有去參展 然後 因為那是寵物展 全部都是貓跟狗的飼料 結果它就是唯一是 非貓犬的飼料 然後 如果打卡的話就可以送 飼料 所以我就那個時候打卡 然後 拿到試用包 那它詳細的調配影片 之前都有出現過 我會這一次下定決心買回來 是因為 它的顆粒 就我說的 我發現 顆粒大小真的很重要 我之前都 隨便餵 然後反正多了就 倒掉或什麼 但是我最近 餵食習慣 改變了 我變成是 一顆一顆胃 因為最近 在餵台餵 然後 用小盆那樣子 狂餵 對我來說不太方便 就是因為 水龍頭的關係 或什麼的 反正就是種種原因 所以我變成 比較喜歡餵他們這種 就丟下去就直接吞掉 丟下去直接吞掉 不會要咬兩斑那種 所以 就買了 然後跟朋友一起買 所以 這一包是500克 這個賣家還不錯 它是真空包裝 我看好像是唯一真空包裝的吧 然後還給 還貼了一個貼紙 不知道 這應該不是官方的 不知道是不是官方 但是缺點就是沒有分裝日期 也不知道有效期限 就原本那個 十一公斤的 大飼料包的 製造日期 有效期限那些 然後我跟我朋友合購 我們總共買了六包 就是三公斤 因為剛好有優 我們有那個優惠券 所以就划算 那這就是 這些就是我 春天 2021年春天的 飼料進貨 我 春天差不多了 因為等到夏天 又來不及了 夏天再買的話 他們都把我吃垮 最近應該看起來 都會是好天氣啦 所以 就先買起來放吧 尤其是小烏龜 我覺得 大烏龜我是知道 它就可以吃很多 但是小烏龜 現在突然春天了 就 狂吃 吃50顆 一下 製造一下就沒了 隔壁在施工 我就先結束